這群牛角線積光油漬 根本沒有封出 真是白吹 封了層 感覺不太強力 髒 多層 沒有清潔 究竟哪裏的風扇 髒成這樣 就是開了 只有三年的 漁民方公共運輸交會處 髒到有觀眾看不過眼 打來投訴 最近天天都三十多度 真是熱得頭暈暈 剛剛星期一還過了大暑 不知道天你何時會涼快一點 是呀 現在每一次出街都熱到全身濕透 不要在街上走 就算站著等車 那些汗都好像流到下雨 說到等車 三年前市建局 就在觀塘的御民方 就設了一個運輸交會處 就把小巴站、巴士站放進去 網絡就好像很方便 不過那些通風系統就認真一般 你看看裡面的風扇 嚇死你 有些通風扇 其實也沒甚麼作為 有些通風口 其實也沒甚麼作為 你看看它 一個方向 而且封了塵 而且感覺不太強力 風扇很髒 多塵 很清潔 究竟哪裡的風扇 髒成這樣 豈不是開了只有三年的 御民方公共運輸交會處 髒到有觀眾看不過眼 打來投訴 我便去觀塘御民方下面 這個車子的總會站 即是總會的地方 我們坐50號 打算去聯合醫院做些事 因為當時大概是 1點多至2點 很多人上醫院 很多人排隊等車子 但是在下面那裡 今天天氣很熱 楊先生說 每天在不同時間 都會有人在這裡等小巴 經常帶排長龍 因為這條線 很多人去聯合醫院 又有出現這個情況 我想排隊的人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出汗 很搶 快點走 有車來 整個車子站 就是中間 就是最多廢氣噴出來的地方 他的車 我相信不算密 但是排隊的人多 而且他真的基本上 例如早上上班多 中午覆診 看病 下午四點多又探病 或者再下班 那真的是特別多 即是多人坐 看市建局的介紹 這裡叫玉民方公共運輸交匯署 是位於市建局 觀塘市中心計劃 第二、第三發展區 這裡在三年前啟用 當時很多小巴線都搬進去 4月2日5時半頭班車開始 觀塘21條小巴線 都會搬到玉民方公共運輸交匯署 即是玉民方商場入面 小巴站只是運作了三年 究竟這三年來 這些風扇有沒有人打理 有沒有人洗過呢 我們在現場站不夠十分鐘 已經飆了行 我們實測過 雖然外面的溫度比小巴站更高 但小巴站長期都有三十幾度 加上現場不是那麼通風 只是靠這些風曬塵的風扇 小巴站相當危局 就是要發展商 我想是管理公司 勤勤洗就可以了 勤勤勤勤勤就好 因為它真的比較密封 其實你起碼一個月清潔一次 怎麼都普通都是要這樣 非常之熱 通常這些樓下這麼低的話 一定是很焗 而且不能呼吸 尤其是在三十幾度的高溫下 如果好像排聯合醫院 這條隊那麼長的話 又長之後多的話 隨時可以焗瓶 你看看它 一個方向 而且是風曬塵 而且感覺它不太強力 例如區議會或政府 更換一些更新設備 例如強力的加風扇 或者一些一座 可以有些冷氣出的 擺放在排長龍 好像五十 那麼多人的時候 開一下可能舒緩環境 這些千年層積的風扇 先不要說風吹出來涼不涼 其實看到也覺得很髒 擔心有很多細菌 那我看看記錄 這個運輸家回廚 當年只開了兩個月 就已經有市民投訴風扇積塵 看來這麼多年 其實情況也沒有改善 也不可以說沒有 我們去採訪的時候 就發現其中有一把風扇 是特別乾淨的 為什麼? 事關區議員 剛剛投訴完那把風扇骯髒 所以有關部門 就清潔了那把 我們去看 預民方這個運輸家會署 環境危局 其實已經說了幾年 家會署在2021年4月啟用 但是在當年6月 即是啟用了只是兩個月 就已經有人提出過 小巴站的通風問題 區議會也提出要優化 以及改善通風系統 看看區議會文件 當時有議員提到 由於空氣不流通 曾經有市民在等小巴的時候暈倒 亦說到先鋒機出風口 在啟用後未有進行清潔 堆積灰塵 當年不少議員都認為 事件局和運輸處 對確保小巴站的空氣質素 是雜無龐態 而且亦應該要定期安排清潔 而根據會議紀錄 小巴站的管理和清潔工作 是由不同部門負責 小巴總站是由運輸處管理 站內的清潔和路面設施維修 就由相關部門負責 食環處負責清掃地面 而在保收期間 小巴站抽風系統的濾網 是由管理公司負責清潔 保收期完結後 就會由機電工程處負責 當時在區議會強烈要求下 事件局終於在那裡 加裝多22把牛角線 三年過去 這裡的情況 原來就算加多了風扇 也沒有改善 在這幾年 小巴站投入使用後 我陸續都會收到一些市民 反映小巴站的不足地方 風扇是不足的 另外就是風扇的清理問題 又積了很多塵 都不去處理 導致風量減低了 所以會增加到 局促感會增加 令市民 而且風扇是不轉來轉去的 如果轉來轉去 其實可以裝少一點 因為它可以遮蓋不同的地方 不過我們在現場發現 零零射射有一把風扇 特別乾淨 這把風扇 就是我最近收到投訴 說它很髒 風量就低了 可能塵太多了 我就轉達了給市區重建局 可能採取了一些清潔行動 就弄得很乾淨 其實這個運輸交會處 地下那一層是一個小巴站 而上一層就是一個有冷氣的巴士站 巴士站就是一樓 裡面有全港第一個空調智能巴士站 等巴士的時候 只要留意著指示牌 就知道在哪個閘口想下車 議員說長遠而言 當然期望可以有改善工程 將小巴站都變成樓上巴士站 而私到室內 至於短期方案 他就希望可以加多些抽風機 如果是改善方面 就在氣流方面 可以做一些抽風機 因為地理位置是這樣的 我們只能夠在這個局限 去想一些辦法 可能要增加一些抽風機 增加一些風扇 懂得擺動 現在這裏的情況未改善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便建議我們要想辦法保護自己 我們都會建議 戴一個外科口罩去保護自己 令到那些塵埃或細菌 是較為困難的進入自己的呼吸道 產生感染或者敏感 當然你說 可能有些長者 或者有些長期氣管病的病人 其實戴口罩更辛苦 可能我會建議 可以戴一些手提或隨身一些 暗風扇仔 令到起碼在自己附近 讓那些空氣靈流通些 令到細菌不要那麼容易 累積在自己附近 繼而吸入呼吸道 他說堆積在風扇的灰塵 其實都會有細菌 看藥的人士要特別小心 塵本身來說 都是一個附屬尖附體 細菌病毒很容易會累積 黏在那個位置上 變了來說 如果它積到這麼快 上下的數量 就會很容易傳給 在範圍附近的人 即是容易有上腹級度感染 甚至如果那個圖人 本身有些長期病 例如糖尿病 或者肺有些不好的地方 就很容易有肺炎的情況 另一件事就關於敏感 因為本身而言 陳癌也是一個敏感致敏源 所以很容易引發一些敏感性的病 例如一些敏感性的結膜炎 敏感性的鼻炎 甚至是一些氣管敏感烤喘的發作 謝謝 就住這個運輸交匯署的風扇和通風問題 運輸署回覆說 過去幾年都有收到關於這方面的投訴 而考慮到近日天氣情況 和收到市民反映意見 將會研究 是否要採取措施 進一步改善通風 處方說他們在2021和2022年 已經在小巴站加裝了42把掛牆風扇 而這些風扇也有定期清洗 對上一次清洗是今年2月 運輸署正安排承辦箱 在8月底前再做一次清潔 這個運輸交匯署每天都人來人往 是不少人上班、上學的必經之路 如果經常都要吸入這些千年層積風扇吹出來的空氣 看來都會影響健康 是的 希望有關部門 在日後會定期進行檢查和清潔改善相關的問題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